视线转向新西兰 我们来看 画面当中的这位女士的名字叫做林爽 是一位在新西兰生活的华人 最近她获得了新西兰国民英雄荣誉奖章 这个国民英雄荣誉奖章 是新西兰的国家最高荣誉之一 由新西兰国家民众提名选出 旨在表彰那些为新西兰各地做出了 不平凡贡献的普通民众 林爽今年已经是年过六十 祖籍广东汕头 曾经在香港做了二十年的小学教师 1990年林爽跟丈夫和孩子一起 移民到了新西兰生活 为了学习语言和当地文化 当时已经四十岁的林爽决定 进入奥克兰大学学习 她也因此接触到了新西兰的毛利组文化 最终林爽将苦心钻研了九年的研究成果 集结成书 写成了全球首本 用中文写成的毛利文化专著 新西兰的原住民 这也引起了当地主流社会的关注 林爽还在奥克兰大学担任教职 因为工作关系 她发现很多华人家长 由于语言方面的障碍 以及对当地教育制度不了解 较少的参与学校活动 因此她就创办了一个语言交流原地 利用周末公余时间联络本地居民当义务老师 一方面可以免费地教导新移民一些日常的生活英语 另外一方面还能够加深这些老师 对于中国文化传统的一个认识 成为了奥克兰市 一个华人与当地人融洽相处的原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compare较少年轻人